中央一号文件惨伦一号笑话 中共中央2月4日发布中央一号文件 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系列意见 其中包括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 有评论认为农村腐败问题错综复杂 并不是仅仅依靠意志文件就能解决的 中国官方日前发布了针对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从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目标是分阶段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文件中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强调要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 严厉整治会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 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村级小微权力是指村级组织及干部 依法依规享有的村级重大决策、 重大活动、重大项目以及资金、 资产、资源管理等村务管理服务权力 维权人士姚先生表示 农村基层的腐败与各地村委会的假选举有关 村委会的选举 选了30年 选来选去几乎是假的 而且是村霸、黑恶势力 加上中共党内的以及基层政府里的腐败分子 他们联手操控选举 而且是公然的、公开的、组织非法的选举 没人管 老百姓不敢吭声 在中国、农村腐败问题是十分普遍的问题 近几个月来 广东顺得各村的村民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土地被村干部侵吞 关注腐败问题的媒体人徐翔表示 村干部的腐败可能牵涉到上级领导干部的腐败 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改变 仅靠中央文件就想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现实 很多小的腐败为什么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因为中央也知道民心向背 农村的腐败已经到了庆祝难输的地步 农村的腐败也确实动摇了中共的执政地位 现在很多土皇帝、土霸王在农村里面真的是以止气使 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因为他的背后有很多党政干部在做保护伞 而且这些村干部都是党政干部捞钱的工具和马钱组 只要这些村干部一出事 街道、任乃至于县 是救出来保 他不是保村干部 是保自己 所以反腐 如果靠发几个文件就能把小苍蝇打掉 那简直就是一种笑话 以往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多针对三农问题 而今年的一号文件 也专门提及中国农村宗教问题 文件明确提出 要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打击力度 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 整治农村乱建妙语 烂塑宗教造像现象 烂塑宗教造像现象